宣援皇帝为华夏人文始祖 相传皇帝年迈时 感觉自己经历不济 便想选贤能者接任 经过商议 决定公开选贤让位 皇帝由两个人脱颖而出 二人都是您的儿子 玄宵昌义 文治武功不相上下 那便由我测一测的二人的德行吧 松山之巅到东边银河 三百里路程 从松山开始放葫芦里的水 谁的水能流到银河 谁既地位 不要小看这葫芦 里面浩瀚如海 开口急流 水流二百里才会干涸 两兄弟尝试无数次 均以失败告终 水流二百里就干涸了 一个人葫芦里的水 只能流二百里 但是总成三百里 怎么才能让水流三百里呢 我有办法了 兄长有何妙法 手足同心 兄弟情长 从玄霄葫芦里流出来的水 后来就叫真水 昌义葫芦里流出来的水 叫围水 他们会合的地方叫双济河 是淮河的支流 你们可知葫芦放水的深意 两个葫芦的水 各流各的都流不远 两个葫芦的水归为一体 水大则流远 这里面有治理天下的道理 百川归流 才能汇集成海 对 对 你们兄弟 无论谁继地位 谁当助手 只要同心协力 必定天下太平 百叶昌盛 那到底谁继位呢 两个葫芦里的水 合而为一 是兄长的主意 你当兄长继位 弟弟年轻有为 最为合适 皇帝很欣慰 决定让玄宵继位 由昌宁辅佐 玄宵将昌宁留在身边 经常商讨治理天下的方月 四方大帝对他们忠心拥戴 天地人间 太平安康 不照耀 我 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